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马董上和ícul隔音 两喹 姐妹 两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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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喹 四魔忐 三喹 小饼 三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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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铺子七十多平方 有十一张桌子 但桌子都不是很大 都是小桌子 酒给重庆像的 抽一井光源 天呐像是从着一个味道而来 但凡喜欢吃重庆火锅的人 就拿一个月吃之后他觉得会来第二次吃 猴子都八十点吧 猴子绝对八十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放心吧 成都好吃的就是在一种卡锅里头 在我们成都的餐厅馆里头 你看这种店上汤汁不辣 但真的味道很八十 就是我们重庆的火锅 就是我们重庆的火锅 你还要买一个 其实煮火锅的话我的感觉就是两点 一个靠味道 一个就是靠食材 食材必须新鲜 味道也必须要厚重 老板 我来了 下来就找人 每天都是悬菜嘛 悬菜狗 小心 放心 挖出太冷 鸭肚鸭肠也是不好找的 捞山片 干嘛 猫肚鸭肠 我从今来吃火锅呢 喜欢吃小葱 吃豆芽 吃雪 我就这些 因为我们平时是 基本上炒一锅料的话 都是在1.30斤左右嘛 我们的低料的话 主要就是柳油 豆瓣 花椒 海椒 这个按照一定的低力来调制 第一步都是煎油嘛 因为牛油本上的伤味比较重 因为牛油本上的伤味比较重 知道嘛 伤味重的块 就是我靠 小葱啊 大葱啊那些 先把牛油的伤味给它抵了 然后第二步就是下豆瓣 以后加点姜啊 加点蒜啊那些 给它炒自己哈 不外乎就是把豆瓣炒香 最主要还是海椒 像我们这个火锅的话 一般你们是三种海椒 有小米辣的辣 有二斤条的香 然后我们重庆的朝天椒 重庆的十足红 这些的话 它一个是提色 它的辣味的口感嘛 干酒是比较足的 那个吃白椒水分色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下点烙灶 然后烙灶是原味的嘛 因为重庆火锅的话 就是说稍稍有点吃到后面 它有点翻甜的干酒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再下点那个花椒 其实重庆火锅的话 老火锅的话 油歪熬的比较老 两歪也炒的比较老 但是这个老的话 就是我的火锅 我的八空的话 一定要注意 什么东西 红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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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瓜